好,0403、0423地震造成了通往同里部落唯一的一条道路被土石淹没了 那么山上有很多的农特产品和建筍要运下山 为了生计,部落族人徒手把石头搬开 用生命开出了一条路以自力救济的方式来维持家庭的生活 大同大理部落的村民回家这条路我们真的很需要 而且我们这次我们这两天上来 我们相信有快二十几位的那个族人都回来帮忙 而且在这个路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 我们需要回家,回家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弄好 然后从德卡伦上来沿路我们就做了快要三四个小时的工程 然后从大理到那个大桶多处的摊方 而且都是大摊方 而且没有办法用那个徒手去做 这个都是需要大型的工夫才能做的 因为我们回去我们需要回去去养我们的那个在山上养的那个家庭 我们抢求多少个健身下来算多少 然后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又有一个余症 然后让我们觉得说回家的路真的好辛苦又很清酸 然后我们当我们下来的时候就有看到又有一个一座新的小摊方 我们这个路不要怎么说才会好 我希望说工部门能够多多的帮帮我们山上部落 通力部落主人们哀伤得唯唯一一诉说的主人们的无奈 零四零三零四二三的强症 把他们唯一通往通力部落的道路被土石榴所掩埋了 为了小孩子的祖宿费用 阿公阿妈的医療费用和家庭所有的开销 主人们也只能够自力救济 用生命徒手把大石头搬开 开出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主人们表示现在也只能够用最原始的方式 用自己的双手和身体大家合力开出自己的道路 为了生计也只能够靠自己的 也希望政府能够看见他们的心声 接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